巴掌大的南州城却出现两件国宝 一时间城内暗流涌动 石桥土被首付欧阳权所得 三国古琴却是陆公府之物 不了 陆公府突然病过 古琴不翼而飞 可陆公府向来身体被而罢 吃麻麻香 为何突然心痛而死 卢凌峰提出验尸 却遭到冷蒙的极力反对 想要验尸 就从我冷急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这不禁惹人怀疑 陆公府之死莫非与他有关 可经过调查 此案疑点重重 欧阳权虽是商人 却一直仰慕南州四子 做梦都想加入他们 成为第五子 可陆公府对他冷嘲热讽 加入我们 你配吗 拜师不成 被当众羞辱的林宝 更是扬言 我林宝 必保此仇 京城商人陆离 对古琴垂涎三尺 陆公府死后 古琴却出现在他手里 凶手 会是谁 宿命令匹袭警 令人假扮黑白无常 引走了守灵的冷蒙 他趁机溜进灵堂 开关掩尸 陆公府的尸体上 赫人有道致命刀伤 可卢凌峰对此并不知情 他已经带回嫌疑人欧阳权 但欧阳权却又不在场证明 打听到林宝有个相好的 借此诱补林宝 没想到被人截胡 林宝以为祸酒 可惜刚好遇上了巡逻的 两人都没能跑掉 秦师来这一趟 可不容易啊 把能用的家伙 都给他用上一遍 不然 他不是亏了吗 打丈夫能屈能伸 林宝全给料 他趁着陆公府熟睡之际 一刀刺向其心脏 但离开时 他并未盗走古琴 而蒙面人更爽快 直接供出了 弑手中薄七和冷蒙直使 杀掉林宝 祭奠陆公府 这说明 冷蒙二人 清楚陆公府被人害死 可他们为何掩盖此事 拒绝艳尸 对外宣称病故呢